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师爷朱雅南所创 传给儿子朱重古 武华轻名的黄福高 经传薄罗的流水 再传惠州卫城区的马铭心 如今传到惠州的陈建明师傅 以力经五代传承 我刚才打的那些就是 我们客家人的朱家糖牛血 客家人的朱家糖牛血 以练功练耐力为主 钻打串径和标志 手法上惯用一手多法 和北方螳螂拳存在差异 内力和内功 拉脚 我们可能做这些 北派可能做成组 成组 我们可能 只要 他那个力 为主 可能就是 为了更好地练奏 南派螳螂拳的内力 陈师傅说 有三项练习 是必不可少 第一 搓手 两个人的手 这样 从此 这个钻角 不能够开 你接过来 用力接过来 我用力 打回来 这样 就拆手 第二 雙人对装 你 雙团打过来 那我呢 你一参 那你呢 就用力夹 对啊 嘿 这样夹 这个就是 雙人对装 第三 就是练穿山甲 穿山甲 通常做苦我餐 十个手指指指地下 有了平时扎实的基彩练习 朱家同龙拳 在实战当中 就更加猶人自愿 而同时 亦拥有独特的攻防口拳 口拳呢 就是 丁不丁 白不白 就是丁不丁 白不白呢 就是这个马步 不丁不白 手呢 从心口法 你不离呢 就我不法 就是说 你没来打我 没到我进攻的范围 我不会出手打你 但是有桥呢 就拳上过 没有桥 自走桥 这个呢 就是他 口拳 朱家同龙拳 以搭桥短打为主 属于近身功夫 近身寂静法力 每一招攻防里面 都围绕着 他有这么好的温用 但是 这个呢 他就 这个呢 他就这样 这个是 防守 如果我一招你 你是武力的人 他就很直接的 他一招他就上去了 如果招到他有力 一招 一招 这个 西手 要是 一个 다르르 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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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用力 那些人 一个人 一招 一招 是 一招 一招 如果在近身欲可的情况下 除了初手攻击平滑多样之外 堂浪拳击击中对手之后 成性追击一拳就更加令人防不胜防 他不会缩分 打人之后 如果他一走 他就直接打过串径 你打三个串径 你打成一拳 堂浪拳的串径 由于不收拳直接攻击 可以大大缩短出拳的时间 达到出奇不异的效果 但由于出拳的距离极短 要求串径法力的难度 也会同时加大 就平时练出来 平时练出来 平时因为你这样打 到你一拳的时候 我们就打着手 他就这样打 他很快的 就是他 你好像练的时候 他打力很慢 其实他离开就很快 陈师傅表示 能打出短快的串径心灵 至少每天坚持练习三个钟 年上一年左右才会有所承讨 所以看下招式简单的南派螳螂拳 不下苦工就难得真无功 好,我们先去广告 回来之后教大家更多的诸家教套路 下一期我们讲些什么 下一期我们搞新意思 我们讲几个领男英雄 不用出手的就可以坐强扶约 徐步安良 甚至激人于千里之外 我问你怕没有 譬如我们家瑜狂妖的文壮园 伦文罪 哇,那下一期扮伦文罪的主角 有没有张伟健这么英俊? 当然,就比他更英俊 哇,好啊,那下周日晚上九点七 我们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再见